之前我記得跟敬平哥同台的時候 我們也就在改編歌曲 那今天敬平哥剛鋪陳了這麼久 你該不會就是要唱 拖拉庫的歌吧 不是不是 不會 我覺得五月天最早留一首歌叫 《季民》 《季民與春嬌》 《春嬌與季民》 那時候那個綜藝節目的梗出來 讓五月天剛出道的時候 出了這一張專輯爆紅 然後用台語整個貫穿這首歌很好聽 KTV當時也搭閉點 我稍微請我們製作單位 最有名的詩人小安 把它稍微改編一下歌詞 希望這個我們最喜歡的五月天 能夠包容一下 為什麼 因為你要符合一下時事的哏嘛 所以我們把它那個歌詞 改編一下 跟這個萊豬豬肉有關 唱得比說得好 好 我就很簡單 也不是全部唱完 大家稍微耳朵冷暗一下 這個歌詞 我就放在這邊讓大家看一下 這首歌是我們改編的 叫做《季民與政府》 《季民與政府》 季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 為什麽 來煮金庫一定愛吃 啊 啊 啊 政府已經吃到沒得疼 說那嘴 吃到死你又來找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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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甘水愛我 滷肉飯到豬腳 已經沒人看 已經沒人吃 啊啊 我跟妳最好就夠吃 妳在我已經沒感覺到這裡 你對我一直說八差 不要再相信 不要再相信 欠我們五百個觀看人吃 真的嗎 你看馬上掉了五百個 五月天 好 我們為了要狂拉這五百人 今天呢 我剛剛看到 慧榮在八點的時候 有給觀眾一點點福利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PK一下 希望你把這五百人給救回來 好不好 八點有什麼福利 剛剛我沒看到 就我跟妳講 敬明哥這次他偷襲你 他也準備了一首歌要來跟你PK 真的嗎 哎呦 真的 讚讚讚讚 期待期待 這五百人 還在 這個頹勢一直在記性當中 哇 一直往下掉 跟丟麻地一樣 敬明哥已經唱完了 拜託大家可以回來 那個第二首就不要唱了 沒有沒有 第二首等一下再 等一下PK回來 等一下PK回來 好啦 那個 慧榮今天也帶來一首就是 他對這個萊豬的議題也很優惡 然後他改編了一首歌 好不好 今天慧榮女生 那個要不然我幫你拿那個手板 好嗎 手板我們幫你拿 我們幫你拿 我等一下看一下歌詞 因為歌詞我沒有背起來 但是 這個是我自己在 大概七點多寫的 哇 好厲害 就熱騰騰的 正妹慧榮改詞 你這樣子我等一下是不是也要一送 我好緊張 來來來 每一次 都在 腐敗 在政策中堅強 每一次 就算很少傻 也不能喊口 我知道 征服都有著很會說的罪 待我飛 飛向 絕望 我每次唱都很想笑 沒關係 趁不去想 讚 櫻黃 擁有無權 一把爪 我看見 他說的 似顧 保喜 不保佑 我知道 征服他 強賽 來主 給人民 你和我 都 躲 不過 我 我 難過 看到 被心痛痛美的弦 追逐的 是 為何 這麼難 我 難過 悲傷 不想吃賴豬 何時 那裡 在 安全 民族 已崩壞 哇 好讚 你看到那個聊天是一對人說好讚好讚 那對刷愛心的好聽好聽 安口 對 我看你完蛋了 不會只有這一首 你看這樣 會不會把我們的那個又救回來了 就 至少那個頹是有擋住了 好險好險 慧龍謝謝你救了我 真的好險好險 你看女神唱歌就是不一樣 對啊 但本來這個遊戲進行到這邊 大家要來吹氣球 但是我想說我們先休息一下 但你們剛唱完歌 他說要吹氣球比賽 要訓練那個肺活量 剛剛已經用完了 對 但我讓你們先休息一下 然後 我們來問敬平哥 這個 當然這個農委會 跟衛福部的標章 這現在 很多人 應該慢慢慢慢可以分得出來 就是說有豬的就是農委會嘛 對不對 那個也有是有豬啊 他的整個造型像豬啊 這個豬的造型 可是還是有很多人分不清楚 什麼是標章 什麼是標示 什麼地方是要申請的 什麼地方是會被罰的 我靠你 你知道嗎 標章 不就是這兩個貼紙 不是 不是嗎 不是 這是很吊詭的事情 標示 不就是這兩個都是 一個是衛福部 一個是農委會 應該是兩個都可以用嘛 是不是 我來跟你講 這個 農委會的台灣豬的 這個叫做標章 這個叫標章 這個叫標章 這是軍要經過審核的 派人來審核 申請等等等等 這個叫標章 這個標章 衛福部這個呢 說是可以自行上網 然後把它下載下來 叫做標示 標章跟標示 不是只有字有差 我這邊要繼續講給你聽 農委會不是這個標章 經過程程審核之後 你貼到店家之後 可是他不一定要 百分百的用國產豬 這個也很吊詭的地方 而且也沒有罰則 沒有罰則 就像上次那個 那個被踢爆的一個 知名的肉品店 那個飲食店一樣 對啊 而且不是說蝦皮上面 也有人在這個 印農委會的 然後結果最後是以這個 制裁法來開法 就是說你圍造 但是他並沒有 其他相關的法則 可是這個衛福部的 你如果說自己 把它印出來的話 然後你貼上去 這可以用食安法來扮你 這就覺得很奇怪 現在有發現說 有人真的就是在蝦皮上 賣這種台灣豬 農委會的標章 而且他可以做的一模一樣 而且賣出了上千張的貼紙 天啊 雖然他已經被地監署給送辦 那可能最後制裁法 我不知道他罰個幾百幾千 可是 下一個原因就是說 那這上千份的這個貼紙 就已經流入到市面圈 已經流到市面圈 那到最後 就回覆到 可能圓越到現在 很多民眾去吃飯的時候 都會一直問店家說 你這是台灣豬嗎 他拿出台灣豬的標章 民眾還是不信啊 還是照樣的問啊 這店家都苦不堪言說 生意都不用做了 因為大家根本不知道 哪個標章是哪個標示 然後也不知道 這個是真的是假的 沒錯 我看到甚至有些小市店 用手寫的一張A4 只能簡單的寫 本店使用台灣豬 或是本店使用國產豬 都有這樣 所以剛剛許甫你講的說 如果有一千多張 已經流到市面了 然後現在這個 失字偽造這個標章 不是真的政府的那個 在網路上 在像蝦皮這種網路上 在販售的 然後牟利的 已經被送辦的話 那問題是你抓到了 其中一個源頭 我要真的強調其中一個 我相信還有千千萬萬的 類似這樣 殺頭的生意絕對有人做 對 賠本的生意沒有人要做 那這種 一堆業者店家 等著想要拿這個東西的 你去抓 千萬個類似這種網路上 隨意販售 牟利的這種人頭 抓到了源頭 又如何 那你能把那一千多張的 全部都追回來嗎 老實說 他可能在網路上販售賣給了誰 他可能都搞不清楚對不對 那對於我們消費者來講 我們更是無煞煞 我們要怎麼去分 像剛剛許甫你問我 繁體制的台 這個是標章 對 簡體制的台 這個是標示 我終於上了一課 今天如果有看這個 中天新聞的YT 大家至少知道什麼是標章 什麼是標示 跟我一樣 那清楚了之後 還是搞不清楚 那我們去店家吃東西 到底這兩個貼上去 他對我們消費者的保護效力在哪裡 對不對 那是不是 剛剛不是講說這個 連這個就算貼這個外國的這個豬肉 他還是可以用啊 對啊 就是你不用百分之百保證 像 那這個 胡須張就是這個 對那這個呢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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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外國的豬肉就不能用 所以我打一個大的問號 那這個剛剛許甫你又跟大家講說 這個部分又如果說你亂用 會有怎麼樣問題的話 又違反死安法的這個規範對不對 哇天啊 一個是先鬆後言 一個是先言後鬆 所以我真的覺得 講到這個觀眾朋友 所有的這個線上的好朋友 你聽的都有還是聽的都沒有 所以搞不清楚 我覺得讓政府讓大家越搞越亂 然後一個標章一個標示 然後貼紙直軟 我就通通天這個通稱為叫貼紙好了 因為不管你標章跟標示啊 你都要貼在那個店家明顯的地方 或是窗戶或玻璃或是門上面 給人家看嘛 那這樣一個貼紙之亂 你嫌台灣很多事情亂得不夠嗎 那用到這種程度 幾個消費者能搞清楚 所以我才會說 真不知道選這個政府在幹嘛 這是製造麻煩啊